尊敬的大会主席 女士们 先生们 你们好 首先呢 我对这个绿色气候组织 邀请我参加今天这个重要的大会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 对世界绿色气候组织 及李宇成总议长 热心国际公益事业 表示敬佩 我所领导的机构 将会对绿色气候组织 在中国的工作 全力地支持 各位一定了解 近年来 在地球生态的多方面的警示下 人类呢 已经越来越认识到 绿色的重要性 绿色的气候 绿色的医疗 绿色的食品 绿色的建筑 和绿色的家电 绿色的出行方式等等 都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 我坚信呢 绿色终究会被普遍地接受 成为我们整个人类的存在的方式 绿色的存在方式和绿色的发展方式 希望我们本次会议呢 能够进一步推进 对绿色的共识和我们的行动 深入地阐述 绿色文化的 这个引导绿色产业发展 前不久呢 我在加拿大考察 去过加拿大的先生们一定知道 从温哥华呢 到往中部走 东西走的话 到班福的话 那个高速公路 走过的就知道 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面呀 有很多桥 有为人走的桥 还有一些呢 一些桥是专门为什么呢 为动物建的 为动物建的 它这个高速公路两边 这个桥的两端呢 它这个自然生态呀 地貌啊 完全原样地延续过的 延续到对面 延续到高速公路的对面 一点都不改变生态 也不改变这个 动物啊 它的这个植物不改 动物的这个出行方式 它的这个 出行也不受影响 这个是一个体会啊 那么还有一个 我想起来前几年呢 我参观 在一个国家参观一个 军方管理的一个水电站 这个水电站呢 发电这些咱们不讲了 就是在我们看来呀 作为一个发电站 它做了一些很额外的事 什么事呢 就是说 就是说 它这个 因为那个 那个条河呀 是鲑鱼的这个 回游的 毕经的地方 那个发电的那个站 所建的地方 怎么办呢 他们专门建了一条 供这个鲑鱼啊 回游的一条河道 包括水速啊 这个阶层的 这个这个上升啊 坡度啊 完全按照 鲑鱼原来的这个 生活方式 那就增加很多成本了 另外呢 除此以外呢 还建什么呢 还建了一个研究系统 从这个水下 玻璃 可以看到这个回游 这个鲑鱼啊 它的这个 回游的动态 它还可以计算 这个鲑鱼的这个 回游的这个数量 进行这个等等吧 进行科学研究 还干了一个 额外的事 什么事呢 还建了一个 小型的博物馆 把所有的 最方便的 知识 印了好多的 彩色的这个资料 图片 可以这个 儿童少年 可以免费的到这个军用的 水电站 可以参观 可以缩取这个 这个很多的这个资料 这个给我都是很深的印象 我想这都是一些 保证我们这个地球 原来这个绿色 这些行为 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啊 绿色 所预含的 深刻的这个 文化的含义 但是我想呢 绿色 文化 应该是一种 统筹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呢 和谐共存的文化 是一种 考虑长远 持续 是吧 发展 讲求全面的平衡和协调 这么一种文化 还应该是什么呢 绿色的文化 是应该 保含着 敬畏 尊重 和 大爱的一种 文化 是吧 也是一种尊重道德和法规的文化 至于谈到绿色的医疗文化呀 当然它是绿色的医疗文化 是绿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吧 这个 我曾经看到一些呀 对绿色医疗的一个 一些描述 是吧 提出了一些原则 比如说 自然 清洁 流畅 简洁 安全 有效 和谐 还有这个可接受 一些概念 是吧 我觉得这些呀 都很正确 但是我总觉得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好像需要考虑 我认为呢 作为医疗来说 最高的境界 并不在于医疗本身 而在于 是吧 中国讲这个叫做 智慧病 就是医疗的最高境界 在于 不医疗或者是 少医疗 是吧 医学呢 主要的任务是研究 如何保护人体啊 自身的这个免疫能力 是吧 保护自愈能力 人体有自愈能力 对60%到70%的疾病 可以自己自愈 自己治疗自己 还有保护自己的 这个应激能力 等等 是吧 提高人的整体的健康水平 我觉得这是一个 医疗的 这个 主要的一个任务 但是今天呢 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 完全达到这个目标 是吧 这个 得病还是 得病啊 医疗啊 还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呢 我们仍然在绿色的 这个概念下呀 仍然要防止 过度的医疗 是吧 尽可能地减少 医药对人体的 这种副作用 还要更多地考虑 病人的 要求和隐私 要考虑病人的尊严 关心病人 育后的 生存 和生活的质量 而且呢 按照绿色的理念 我们要更多地发挥 绿色 发挥这个健康食品 在治疗和治疗后 恢复的这种 这种 一系列的作用 是吧 这个 这是 我觉得这个 我们对这个医疗啊 一些 一些看法 各位代表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几百年来呀 就是从这个现代 西医 开始 三四百年 是吧 以手术刀 抗菌药 加上这个 防疫 这个 这个 免疫 疫苗 是吧 为主要手段的 这个现代医学呀 已经 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什么阶段呢 进入了这个叫保健医学的阶段 保健的医学的阶段 进入这个阶段以后啊 西医 就从这个 治病啊 从这个树的这个层面 上升到了一个 道的层面 与此同时呢 我们各个民族啊 几千年来 西医是几百年嘛 各个民族几千年来的 这个 传统发展的这个 传统医学 无创医学 是吧 就共同形成了一个 现在世界叫做什么呢 叫做 叫自然医学 叫自然医学 是吧 我想这个 西医进入保健医学 传统医学呢 大家组成了自然医学 这两股力量啊 优势互补 文化交流 我觉得 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是推进 绿色医疗文化的一个 强大的力量 实际上呢 医疗的概念 一旦潜移啊 就是说 不仅 是吧 医疗不仅盯在这个治病本身 是吧 更注重呢 把人体 建设一个 不得病的一个人体的一个 微生态的一个环境 微生态的一个环境 是吧 如果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靠近了人类的一个绿色的生活 生存方式 而这个生存方式啊 会促进 会促生 相当多的 新的产业 医食 一时住行 各个方面 就从会从传统的产业呀 上升到新的 绿色的 健康的 这个产业升级 会给我们人类的发展啊 这个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地 这个 我想这个 因为 美国前任的总统顾问 叫做保罗皮尔泽 他呢 提出了一个财富第五波的理论 什么理论呢 就是说人类的这个 近现在的工业革命啊 是吧 从蒸汽机 电力 生物 IT 走到了 新的 最新的一轮是什么呢 就是健康产业 我们管它叫大健康产业 刚才讲了 我们的这个 绿色的文化 大健康的追求 对很多看法 这个 可以把事业放宽 这样的话呢 确确实实啊 它会支撑啊 一个我们 整个的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呢 会在质量上 会在高度上 有一个 大的 大的发展 我们这个中国 包括韩国 很多我们这样的国家 在这个新的 全球发展 绿色 发展大健康产业的这个 大潮中啊 我想我们具有特殊的优势 就是怎么发掘 寻找 提炼 我们的 有很深的 历史积淀的 一些民族特色 是吧 从我们这个角度 为全球的绿色 全球的大健康 做出我们的这个 贡献 我想呢 就是说 我们应该珍惜呀 当前的 大好的形式 深入的探讨 积极的倡导 绿色的 医疗健康文化 团结各方面积极力量 就像刚才 李总议长 是吧 团结了越来越多的方面 越来越多的人士 来守候好 守候好 我们的一个地球 绿色家园 为人类的大健康 永续的发展 来保驾护航 最后 我要感谢 这个 各位的 聆听和关注 预祝大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